今天晚上布吉納法索政府已經正式向我們大使表示 他們將和臺灣斷絕外交關係 為了維護我國的主權與尊嚴 我在這裡也代表政府宣布 即日起終止和布吉納法索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合作以及援助計畫 非洲友邦布吉納法索外交部 二十四號宣布和臺灣斷交 外交部長吳釗燮隨即召開國際記者會 臺灣政府也決定即日起終止雙邊外交關係 並對此感到難過跟遺憾 針對布吉納法索宣布跟臺灣斷交 總統蔡英文二十四號晚間也緊急召開記者會 痛逼中國去我國主權化的蠻橫作為 已經挑戰臺灣社會底線 臺灣將不會再容讓 今天我們與布吉納法索正式斷交 包含前陣子與多米尼加斷交 中國這一連串對我國外交的打壓 充分顯露出中國的不安與缺乏自信 不要告訴國人同胞 中國這些去我國主權化的蠻橫作為 已經挑戰臺灣社會的底線 我們不會再忍讓 只會更加堅定決心 繼續走向世界 我也要正告中國政府 這些作為 無助於兩岸關係 我要再度的重申 中國的打壓 只會讓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夥伴關係更加的緊密 我們絕不退縮 謝謝 多米尼加5月1號才跟臺灣斷交 對於一個月內就有兩國相繼與我斷交 吳釗燮表示以口頭向蔡英文請辭 在掌握到這個訊息之後 我已經口頭跟總統請辭了 作為一個政府官必須要為政策負責 那已經口頭請辭了 對於吳釗燮是否請辭以示負責 總統府表示沒有請辭問題 顯示目前蔡英文仍要吳釗燮 堅守外交崗位 原始新聞UMA256 台北市採訪報導